今天来好朋友的新能源二手车行 咋咋场的 不会不当行销 单纯分享哪些车不能买 大众带绿牌等于死亡 谁干谁倒霉啊 奥迪QR一创 包括奥迪现在这一创买手小心点啊 家伙们 有点沾点飞铁了 买雷克萨斯买个绿牌的 这玩意库存一年多了吧 刮树上了吧 天塌了啊 家伙们 这玩意也干不了一点 说的嘛 凯特二克都有混的 看见没宝贝 带这个标 谁干谁疲惫 有给店 奔驰EQC 底盘有个拳头那么大的石头 直接就干报废了宝贝 买不了一点 这玩意现在搜车行情应该是不到十次 二一年呢 这玩意利润大呀 口大呀 插混的宝马武器 握着握着剃把 买了给你赔蹦起来 给你修爆炸 让你疲惫不堪 让你直接冒严 其实还有很多二手车不能买宝贝 如果说现在想研究二手新能源车 整点热门的 比如说蔚来车商没利润 特斯拉车商没利润 理想车商没利润 这三个还是值得研究的 还有一些个去年或者今年年初上市的 这些个国产新能源车 插混也好 增程也好 存电也好 就是六折 五折多 第一年车零 几个月车零 你如果说想买新车的情况下 研究一下二手车 指定能让你少花不少钱 第一人车主赔爆炸 你作为第二人车主再开个两三年 赔了没有第一人车主多呀 结合车价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 就是大概的收车行情 好